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 人家说中国堂堂总理孙春兰都被逼得上房了 说是他去上海视察的时候 不敢去现场 怎么办呢 在一楼顶上做了个布景 新闻联播播出来 假装是在视察 实际上是楼顶上做造假 关于这个事他往上是在热议 但是砖头查看了一些地图 查看了一些信息 查看了详细的这个视频之后 我发现这里边一半是真的 一半是假的 也就是说它有作秀的成分 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像传播的这样 所以今天砖头给大家专门录这期视频 咱们一方面聊一聊上海这帮视察的官员的尴尬和窘境 一方面我们也聊一聊 如何避免这些假新闻假消息的困扰 好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这个截图 你首先来看这张图片 他图片上面文字写的是 孙春兰在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官微很大 一帮官员围着他 那你注意看 他跟李克强不一样 李克强指挥的时候是不戴口罩 身边人也不许戴口罩 结果他是周围都戴口罩 所以这里边的政治的一些隐晦的含义 你们可以品这个味道 然后注意看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区的一个走廊 或者是一个小区的健身的花园 对吧 木制的这种隔断 怎么样也好 包括旁边的宣传版册 这个宣传版册看起来就好像是很多人都平时要从这走 走来走去 给你弄一个宣传画 他过来视察 是这么种感觉 但是有新的网友 因为上海居住密集 周围都是高层 结果你们在我后看 看到了吗 镜头一拉远 很明显 这孙春兰拍的这地方 不是在一个所谓的什么小区的步道上 也不是在一个小区的散步花园里边 它是在一个楼的楼顶上 生生的拿木板给隔出了一个隔断 地上还做了一些铺设 作为背景 让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小区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的网上就开始有一些言论传出来 说新闻里说孙春兰去巡视老旧小区叫孟花街 可实际上人家被拍到在这个高空上拍到 说他在一个高楼的顶层布了两块井 假装在孟花街 然后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和嘲讽 就说孙春兰造假呀 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事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呢 有点意思 首先我们说孙春兰为什么造假 这个实际上孙春兰啊 这姐妹也是点倍 他是属于中国总理里边比较倒霉的那一类 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他每次别去视察只要他去视察 不管哪个小区总会有人喊话 那比如说他去一个小区视察 那边喊我死了没饭吃 去另外一个小区视察 那小区吃饭什么时候管我们呀 然后他去另外一个小区 之前最早去一个小区 那个是哪个小区我忘了啊 结果有人本来安排好了 同志们辛苦了 旁边一喊假的都是假的 所以这姐妹确实是非常的点倍 所以给人逼得实在没办法了 干脆这次我是在楼顶上 楼顶上没人喊了吧 楼顶上没办法弄了吧 当然了 说起这个呢 也不能完全怪人孙春兰 为什么呢 因为央视造谣的尿性是一贯如此 比如说你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近日发的 叫上海坚持动态清零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 你看这个图片 这个人们购物啊 非常秩序有序 对吧 这个超市也没什么人 这个不是不是没什么人 就是物资很充足 没有空的这架子 物资满满的 告诉说坚持动态清零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 这老百姓不干了 老百姓就问几个问题 说第一 你告诉我 这画面是上海哪个区的 是哪个超市 你告诉我 让我们去瞻仰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瞻仰一下 上海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小区 对不对 第二点 现在上海封控成这个尿性 老百姓都出不去屋 人们是怎么这么自由的悠闲 在这里边购物呢 我们连楼都下不去 门都焊死了 你告诉我 我们是怎么这么悠闲的 对吧 所以央视的造假 不是一次两次了 也就形成了 这个人民普遍的 对中国官媒的这个不信任 好 那么这个新闻就送到这一个段落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 我刚刚不说一半造假 一半真 没有错 我们来看另外一张图片 根据这个图片显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叫梦花街 是他这次要这个视察的小区 而他这个楼呢 其实不是在这个梦花街很远的地方 桌面上有些人认为的是做个假 不是的 这个楼就在梦花街边上 你看这个远景图片 你可以看到出来 周围市民拍的 这得感谢现在的这个高科技 感谢数码 这个手机能够拍得特别清楚 你可以看得出来 人们拍摄的照片 发现通过变焦 很明显他待这个楼 下面这个楼叫什么 上海渔园集团有限公司 那么你收入谷歌地图 或者百度地图 你搜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楼就在这个梦花街边上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如果非要说 说孙春兰造假 说他没去梦花街 搭了个布景 这个说不过去 咱得有一说一 不是给孙春兰洗地 但是咱话说回来了 这有没有造假成分 当然有了 对不对 你说你去一个老旧小区去视察 你视察视察 你应该拍的景面是什么 你走在这个老旧的小区中间 对不对 到人家家的这个老旧小区的厨房 接一些锅盖 对吧 这都是传统技能 属于是固定的基本操作 你应该拍摄的是这些画面 为什么拍摄了一个 在这个上海渔园集团有限公司的楼顶上 还专门搭了布景 你可以看这个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然有本地人你们可以问一问 我不是本地人 我推测这个布景 从直观来看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 这个不仅是厚纳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到楼上 那个被隔板隔开的那些空调机 什么的 很明显 根据家里有没有做过生意 有没有开过店 有没有做过企业 你会知道 这个地区的消防 它会很查这个东西 它会说 你的空调机周围有可燃物 你这地方是不允许营业的 你必须会把钱给够了 把地方给它整改清楚了 整个楼顶 不许做这些东西 然后你才能够继续营业 对不对 所以整个楼上这些什么 是布道 走廊 背景的这些木板 全部都是违章建筑 你都用一次问观众朋友 对 这些都全部都是布景板 是绝对是临时加的 我不相信这个小区楼顶有这么一个花园 谁还专门弄一个布道 谁走啊 我问你谁走啊 对不对啊 谁没事上岸溜弯来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个布景没有问题 但是他为什么要布这个景 根本原因还是他不敢去小区里拍 大家懂我意思吧 就是之前被人喊 假啦 喊饿啦 喊没饭吃 喊怕了 这个时期 如果你想要动用 就是说成本 把这个地区全部清空 把人员拉走 都换上群演进去 成本太大 因为你可以从这个看出上海官员的行政能力和哪怕是造假能力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 再搞出事来上海官员真的要崩溃 但是两难这边是要崩溃 这边是又必须要杜绝再有人喊假的假的怎么办 只能给人说是逼上楼层楼顶也不能说过分 只能是在楼顶上假装说说我这是拍一些画面代替去这个老旧小区里边 就是老旧小区里边可能还会有人喊 你说不定 但是呢 在宣传上在新闻播的时候没有这个画面 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取景来的 而不是说作为一个真实的演播画面 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咱们很简单 说到现在你就会发现 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真实 一部分是虚假 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 是现在国内的官媒和海外的很多自媒体 实际上他们完美的或者完整的区别对待了这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国内的是虚假 对吧 造假 所以明明去了这个小区不拍小区的内容 拍一个楼顶的布景 可是海外的一些媒体 一些大V啊 推特上的这些大腕们 他们转发的东西 难道就是真的吗 它不也是假吗 都不是百分百真实的 所以如何在新闻领域 在推特上 在一些这个平台 包括在一些自媒体这个节目里面 如何获取我们观众朋友们 我们真实的信息 需要我们自己开动脑子 说到这儿呢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是最近就是在推特上 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 都比较火的 就是说就是比较火的被拆穿的谎言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 这段时间啊 在网上我看到不止 普通不止一个不止十几个人 几十个人在转 说什么 说你们看连乌克兰的孩子 都在用石头啊 抵抗这个俄罗斯侵略者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乌克兰 说到这儿啊 这个图片 我相信很多网友 你们现在看到这一幕 已经忍不住要吐槽了 对没有错 因为这张图片的槽点 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作为一个 就我不是啊 作为一个专业的军迷 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坦克是什么坦克 嗯 我注意看了一下 有人说这个是什么梅卡瓦 那也有人说说 这就是俄罗斯的坦克 但是在砖头 这样一个业余的伪军迷看来 你可以看看 这个绝对不是梅卡瓦 对吧 梅卡瓦坦克什么样 它的这个前面的炮塔什么样 对吧 所以它很明显 在我看来 应该是美军的M1 叫埃布拉姆斯坦克 它巨大的炮塔和侧面 和它的火控这个单元 都能暴露它的身份 只不过这个坦克上面 挂满了这个 如果没错 应该叫反应装甲 用爆炸来这个 来冲击来抵消 或者来干扰这个穿甲弹 或者这种炮弹的这个 反应装甲 所以 而且即便就说 你不认识这个坦克 你再看一下时间 对吧 如果说现在是什么时间 乌克兰那边有这么热吗 孩子至于穿成这样吗 或者你再有一些 认知的话 老新闻工作者 或者老的这个新闻业余爱好者 你会发现 这个照片之前就出现过好多次了 你会看着眼熟 很明显的事件是美军的某次军事行动当中 当地人的反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要么是在伊拉克 要么是在其他地方 对吧 我不记得这个到底是在哪了 知道的朋友 还留言告诉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它的立场 对吧 现在跟主流是一致的 支持乌克兰 那从这点来说是没问题的 我们也很通信乌克兰 但问题是 支持并不代表造假 有一些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他对于有一些东西失去了判断力 只要觉得是支持自己的 就是我的朋友 不支持我的 就是我的敌人 于是马上就把一些错误的袭机搬来 但是这种情况 你说作为一个大V 你转发这种东西 你说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呢 最后丢的是自己的信誉 对吧 再比如你可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也是这两天船特别火的 说这个是乌克兰 不是不是 这个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旗舰 莫斯科号沉默时的画面 实际上这个还有视频 我都网上也看了 一个是飞机或者无人机 围绕这个船转 然后这个船逐渐沉默了 告诉说这个就是沉默的过程 怎么真实 怎么办 我看见不止一个网络上的大V 在转发这个东西 而且加以自己的评论 无非就是怎么赞扬怎么好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原本出处在哪里 但是你同样你看它的像素 你在看这个船的模型 你可以很清楚对比 这个船身上是没有任何一点和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旗舰从侧前的剪影照啊怎么也好是结构相符合的 对不对啊 就算是爆炸了它侧面那多个巨大的导弹发射单元没有看到 而且从目测来看这个船的大小跟这个莫斯特科号也完全不一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艘船被击中沉默是在夜里 这个乌克兰那边对吧 是在夜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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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旗舰沉默的 你这个很明显是艳阳高照 完全对不上 再加上像素对吧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去看看美军或者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拍回来的画面有多清晰 你再看一看这个画面有多粗糙 很明显是有年头的 所以根据我的推测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视频从哪来的 知道朋友你可以告诉我 但是根据我的推测 这个视频很明显是某国海军 进行测试的靶剑 就是靶子的靶 当年中国那个是致远还是定远 被日本人俘虏之后 也拉过去当成靶剑 被别人拿炮轰 拿导弹轰 但那会没导弹 现在的靶剑是用导弹轰 对 轰来轰去测试破坏效果 所以这很明显是一艘被击毁的靶剑 你看它剑身上那一处处的弹痕和爆炸的痕迹 这个船是从头被火力离到尾的 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是完整的 而正常情况下在战争状态 一艘船是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的 正常情况下你会发现 比如说就在莫斯科 我们现在没有现场的图片 也没有相关的记录 但是实际上来说 如果是正常击中的话 就算是发生了这个弹药库爆炸 它应该是在某一个位置发生一两个放射性的这种爆炸破口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建桥或者是至少建委的某些标志性的这种建筑 它是应该保存的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美军在二战时期 珍珠岛的时候被日本轰炸 被这个鱼雷击中以后沉没的那些舰船 他们的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战舰有很多部位都是还得以保存的 就算是当年中头岛海战包等等时期 包括围追大和号 包括武藏这些日本的著名战略舰 你可以看到打到那个程度 被这个俯冲轰炸机那么炸 被鱼雷那么围堵 那个战舰也是非常有标识度的 绝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事情 举这两个例子 我希望我们 不管你是在中国墙内 你还是在美国 在欧洲 在澳洲 在海外的墙外 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我常说的独立思考 你在墙内被人用墙来糊弄你 你觉得很悲哀 那你到了海外了 被人用假消息糊弄你 哪怕目的 人家认为是好的 但你不觉得这就不悲哀了吗 一样悲哀 因为你一样是被人糊弄 我们需要的是 也许我们掌握不到像什么军情局 接触不到FBI什么的 这样一手的情报 我们正常人肯定是接受不到 但是就是媒体放出消息的话 你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随波逐流 被随便骗来骗去的人 你说呢 对不对 我们做人做人 首先要是个人 而人的标准就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不能别人给你say什么你就信什么 不管你是挺共的也好 你是反共的也好 一切你们很多人做不到像砖头这样 基本上是走在中间 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后你们在引用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你们在看一些新闻的时候 不要一股脑子因为你的立场 你相信他 然后你就说他都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人好 我们所有人就相信他 他说的一定是好的 毛龙东说的永远是对的 怎么可能呢 毛龙东可能是对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的话题不跟大家啰嗦了 只是跟大家吐槽两句 不管是孙春兰的事情 包括什么坦克的事情 包括什么军舰的事情 包括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的类似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我们秉持一点 用质疑的态度去看你看到的每一条新闻 不管它是新联播 还是环球网 还是美国的CNN 包括砖头的频道 我们自己的视频 这也是对我的监督 我们必须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错的 他是不是在骗我 如此我们才能做到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人的自由 天天谈自由 左一个自由 右一个自由 什么是自由 思想的自由才是最根本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 就别跟我扯什么人权了 你连思想都被奴役了 都变成一个傻子 被别人骗人骗去 你还跟我谈什么自由呢 你说是不是 对吧 好了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吐槽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对于我说的本期内容 有些对的有些不对的 欢迎大家给我指出来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